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30号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李克强说 中德将迎来建交40周年 经过双方共同努力 中德关系已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成为中欧关系领跑者 这次中德两国总理共同主持的第二轮政府磋商 为推进两国务实合作 提出了新的设想和安排 相信双方会把握好机遇 从共同利益出发 落实达成的协议 推动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李克强表示 中德经济互补性强 合作大有可为 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下 双方应同舟共济 在扩大双边贸易的同时增加相互投资 培育新的合作亮点 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实现共赢发展 同时拓展城镇化和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合作 积极推进人文交流 夯实中德关系的民意基础 李克强指出 中方支持欧盟应对主权债务问题的努力 并通过多种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今后还会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 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参与解决欧债问题 默克尔表示 中德保持密切交往 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沟通协调 各领域合作积极推进 德方高度重视发展德中关系 感谢中方在推动解决欧债问题上发出的积极信号和予以的支持 愿与中方一道 推动德中欧中关系顺利前行 给期限决定 我们kten 以下证温如促债有头